活在这个世上,人人都会有彼此要好的人,这便是朋友,友情是一种纯洁,高杀,朴素,最平凡的感情,人一旦没有了友情,生活就不会有悦耳的音乐,就如此水一潭,我们不富有大我们,却因有了友情而内心快乐富有。 朋友是人生最美意的相遇,修得百年同传度,在聚散分离的人生旅途中,在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上,我们能够彼此认识成为同事同学实在是缘分,在尔与我乍物欲横流的环境下,在不同经理的心海里,我们又能相互了解,越走越近,可以说是一种幸运,这种幸运不是每个人生都能遇到的,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份美丽的相遇,藤与是心有灵犀的香气,藤与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,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悟,藤与是心有灵犀的香气,不需要过多的解释,不需多言,不需废话,不需张扬,很多时候都会心心相应,那是一种最温柔,最惬意,最畅快,最美好的意境,藤与是苦乐融入时的相伴, 朋友应该在漫漫人生路上彼此相扶,相撑,相伴,相左,特殊的日子离我们彼此纵上绵绵心语,寂寞或快乐使我们聚在一起,在倾诉和聆听,神心憔悴使我们相聚直到花歌笑语,我们就在岁月流逝中相伴不弃, 朋友是永藏心底的牵挂,花落才有花开,有散才有相聚,世界许多东西没有永恒,这世界许多事情没有结果,而美丽依旧美丽,辉煌照样辉煌,很多朋友因找寻自己的舞台而各奔东西,于是人生便有了一种淡淡的美好的回忆,牵挂和思念, 这本情义永藏心底,朋友间需要彼此相挥影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因有了情投意和我们才成为朋友,朋友就像是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,彼此光照,彼此挥影,彼此鼓励,彼此相望,朋友不必须一逢迎,而要遥相挥影,一容俱容,珍惜友情吧,让我们相伴一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